因为程式已经写好了 你重点还是要去执行它 看看说你写的程式有没有bug 有没有写错的地方 所以怎么去验收呢 我先把第一列到第四列先复制贴回来 贴上 就是我先还原 只是我已经没办法用复原复原这件事了 然后刚刚一刚开始 档案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去执行看看 执行看看 它等一下第一个动作要跳到01 然后第二个动作要把这边 一到四列选举起来 然后变成清楚格式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聚集一执行 是不是就做完了 这样有听懂吗 有 好 请你们去执行一下 接下来我要录制 就是我可以 我 其实我们应该可以试着把那个聚集 聚集再进一步的认识一下 就是聚集的编辑 所以我们先把聚集名称先确定下来 不然每次都是聚集一 聚集二这样执行也不好 所以我们把正式的名称定义好 那如何定义聚集的名称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针对聚集一编辑 我们就把这个聚集一叫做Cut file 二好了 因为其实另外一个档案已经有了 我怕相同 今天日期好了 一零零六 然后接下来你这边这个聚集 它这是副程式的意思 就是副程式开始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副程式的名称 副程式里面你可以放变数 接下来最后一行就是结束副程式 好这是聚集的一个 开始结束的表达的方式 那相对的这个是说明 前面有加一撇 这是说明是不执行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把刚刚这个聚集一 改成叫做跟聚集一样的名字 好那接下来呢 我这个聚集就算 重新定义好名称了 那原本的聚集二呢 其实就可以 是的 可以吗 就是稍微你去编辑一下 你的聚集名称 等一下我们就不是一直在讲 什么聚集一跳到聚集一几 而是讲那个Cut file 1006 要做什么事情 稍微 同一路 你怎么做的 我